今天就疫症的情況 今次就看到有N501Y變種病毒株 實際上是帶來什麼影響的呢 我們怎樣防範呢 都要請專家談談 有政府專家顧問 中大呼吸系統科講座教授 許樹昌教授在旁邊 早安 許教授 早安 你好 解解這個N501Y 其實我看到又說 現在是印度的男性是南非變種 其實是什麼關係的 你們怎樣理解 N501Y是變種的其中一部分 有了這個N501Y 它就是傳播性高了 引起那個社區爆發機會 又會更厲害 如果真的散了出來的話 如果你再多了E484K 那就變成那個 應該是那個南非變種 同一原理 它是傳播性高 對那個現在用的疫苗的保護率 也都是會有所下跌的那個保護率 再加上如果你以往是接觸過 一些未變種的病毒感染了 但是如果來了這些變種的病毒 仍然都可以有再受感染的風險 即是現在說在香港出現過 那個印度、瑞南 這個集系統 南非變種是否證實了呢 我初步聽到是有N501Y和E484K 這個當然要等衛生署 它做完詳細的調查 才會正式公佈 那是哪一個叫南非變種 是否叫N501Y就是南非變種 不是501Y其實是 英國變種都會有的 你再加上E484K的部分 E484K就是南非變種 可不可以這樣說 是 其中一個元素 即是今次這個個案 你聽到似乎都是有了E484K 有這個病毒株在 是不是叫病毒株 今次這個個案 始終進來香港 大家都很關注 那大家在想 有什麼可能性 因為它始終做了酒店檢疫 你覺得這個怎麼進來呢 我想都是最主要的兩大可能性 一是它的潛伏期是特別長 雖然它是21天在這個酒店裡 都留了三次養本 還是有人跟它抽避和煙後色紙的 應該是技術上不會有問題 三個都是陰性 有時候有些個案的潛伏期 是可以超過21天的 即是在文獻你看到 最長都有27天 在中國境內那裡是留意到的 另外一個可能性 就是會不會是 在酒店的檢疫期間受感染呢 因為那個華美特酒店 一直都是做檢疫酒店的 那之前都有些個案 是有這個南非變種病毒的個案出現過的 那會不會是有些環境的污染 令到它受感染 這個衛生署也是在做一些調查和跟進 以我所知第一輪的測試 酒店員工暫時都是陰性的 有沒有機會同住旅友人 因為都說感染了 它又做護士的 會不會有機會到旅友人傳給它 應該機會不高的 因為如果真的那個病毒已經流入了社區 它的傳播性高60-70% 我們應該社區已經看到很多個案了 我相信是一個印裔的男士傳給那個女性 有人機會比較高 那聽你這樣分析 暫時真的叫做廣泛流入社 南非變種 廣泛流入社區都還沒看到 應該都還控制得住 暫時還沒看到 不過要小心 因為那個印裔的男士 是4月9日出了社區 他有一個潛伏期 你看清楚 起碼都14天再看清楚 有沒有那些樣本 都是南非變種命 剛才有說過不同的可能性 我們有沒有機會 找出事實的真相 未必 可能未必一定找到好答案 因為第一 你在酒店 當然你會幫那些員工拿樣本 甚至乎可以抽血 看看有沒有抗體 另外拿一些環境樣本 暫時以我所知 門柄那些鉤 釣食物那些鉤 全部都暫時來說是陰性的 所以推斷就可以做推斷 但是你說是否真的找到答案 我不是很肯定 有些人說找回一些基因排序 可以對回其他個案 可不可以找到一些線索 基因排序可以 不過你近期入境那些 無論你是印度 菲律賓 它都可以是這一隻的病毒 所以未必一定完全有幫助 當然這個是一定他們正在做的 剛才你提過 這個南非變種傳播力高了 但對人的傷害 有沒有見到什麼不同 因為這次見到這個案 又見到它沒有病徵 高病毒量 沒錯 現在見到很多 因為要檢疫做的 很多都是沒有病徵的 理論上傳播性是可以高很多 但是不一定等於那個人的病情嚴重 或者死亡風險高的 這些不是更難搞的 你都不知道 是的 因為如果不是你驗 你根本上找不到它出來 如果你讓它進入了社區 它根本上未必有病徵 但它仍然是有傳播性 所以如果整體的評估 你覺得在社會爆發南非病毒變種 南非變種的風險有多大 要看定 因為那個印裔的男士 是4月9日出社區 政府都算很快 在那個百家事大廈全部都送去 做二十一天檢疫 另外那個印裔男士去過的地方 都是在做強制檢測 希望用這些措施 盡量減低病毒流入社區的風險 有些市民都在猶疑打不打疫苗 可能聽到這個案 又想不如真的去打 有什麼建議給市民打疫苗 怎樣選擇 疫苗對這個變種有什麼反應 等等那些 如果有疫苗 沒有理由不打 因為始終你不會自然出到抗體 除非你是受感染 但受感染的時候 就有這個病發症 或者是這個死亡風險 所以打疫苗 都是一個經濟最有效的方法 是產生抗體的 打哪一種呢 如果你就著南非變種 暫時的數據 就是復必態就會多一些數據 雖然那個抗體份量都已經下跌了 但是仍然都可以中和到那個病毒 科興那裡有些公司數據 都可以中和到那個病毒 但是就在文獻上 暫時不是很清晰的 保護率兩種 對於這個變種 過不過了50%的保護率 計不到那個保護率 因為它現在的測試 都是接種了兩針的人士 回去抽血 看看它血裡面那個抗體 是否可以中和到那個病毒 唯一就是4月1號 就是輝瑞、復必泰都出了一些公司的數據 就是跟進了那些接種者6個月 那麼他們看到在南非裡面 有800個個案 就打了復必泰的那些暫時都沒有人受感染 就是6個月裡面 反而有9位就是打了安慰劑的 就是確診了的 在南非變種病毒 那這些數據可以先參考 另外有個個案想問一下許教授 就是有個個案說 接種了第二劑科興疫苗之後7天 但是都確診了 怎麼理解呢 第一針是不是真的保護症 這個不奇怪的 因為一般來說你打了兩針之後 你是要過了起碼14天 那個抗體的水平才是高和穩定的 所以不要以為打完第二針 即刻就會很快生效 其實都要那個身體是一個 這個補充劑是刺激那個免疫系統 令到它出那個抗體 需要時間才去到一個穩定水平的 一般起碼是兩星期 嗯 是不是兩一種疫苗也一樣 abi tal 對 科興也一樣 但是針之後也不是很靠得住 都要等兩針再加14天才行 沒錯 沒錯 如果市民又去混針 你又怎樣看呢 如果你想嘗試混合針 就應該參加廣大的研究 因為你有人監測 即是你會看到接種前 bits parties抽血 證明沒有確診 接著打完針 他們也會有些時候 再抽血 看看抗體會維持多久 反而參加這些研究計劃 就有一個監測之下 進行就會安全很多 還有那些數據會清晰一些 那就不應該在市面那裡 自行找辦法去運針 因為這個就不應該的 政府就說都在想疫苗氣泡 就說在想4月29日可以看一下 是不是可以開始到 看形勢你覺得4月29日可以嗎 現在都沒有那麼樂觀 就算我看到新加坡 都遇到我們現在同樣的問題 他們都是有些印裔的人 回到新加坡之後 都引起爆發 還有在酒店檢疫期間 都檢查了很多次 都是陰性 出了社區才是確診的 所以新加坡和香港 現在是遇到同一個問題 就應該短期內就要先解決 然後才可以走那個旅遊氣泡 好 多謝許教授先和你聊到這裡 許廚昌教授就是政府專家顧問之一 稍後繼續有千七年代 稍後再談 Help espevacc 稍後再聊了 sewer 稍後再談 有 融資 riding eni 收聽 大家都